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再坚持下 两人决定不如婚姻的殿堂 可是皇室是生活 让她很不适应 毕竟出身平民 一直到自己与爱德华的差距 佩奇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与王子告别 回到美国继续自己的学业和生活 爱德华成功继承了富伟 成为了达妹的国王 佩奇也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电影最后 爱德华再一次来到美国寻找佩奇 因为两人的互相牵惯 最终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 影片到此结束 整部电影充满童话气本 不实为一部现代童话 生动的诠释了一种令人心神尚往的爱情故事 带我们寻找儿时的公主梦 全篇节奏缓慢 人物性格刻画饱满 出身平凡 却刻苦励志的女主佩奇 帅气高贵的大美王子爱德华 两人勇敢追求爱情 演技在线 给观众带来了强烂的视觉声音 不同于其他童话版本 女主不是一脸委屈 需要被保护的柔弱倾向 她独立能感 心怀梦想 结局也并不老套 王子放手 让女主完成梦想 最后才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总之 这是一部温情浪漫的爱情电影 值得观看